欢迎各位你好张,欢迎跑马4.0的频道 帝先生,你先讲一下赛地的东西 还有补充一下敬进先锋,好吗? 甚至一出的城的新加坡马 64分,新加坡马,澳洲马来的,赢了一场 赢了普通的柱里马赛士,插64分 同一架飞机来了三架,全部都是6个多分的 最低的是63,跟着赛例的63,这是64 另外一架,那架比较高一点 66,67,等这两架再出,可以对新加坡马来的初步结论 不要紧,总之一个点就是 他以后都不会再有马来的,虽然说不太多 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即是说,现在64分赢马 所有的对手,电瓦斯啊,人都没有得怨言的 赛例是这样的 你说,平保园判断错误 当然有的了,不是这只,直接自购码了 就有机会判断错误的了 判高或者判低 通常是判,就是你判高了就骂他 判低你就觉得算了 不要紧了,总之平保园他拿着自己的尺 我们相信香港平保园是公正的 估计判断偏差一点点,这个没得说的 个人都会有 但是他依促条例做事 对吧 至于你说,喂,不是哦 如果赢完之后你说,喂,如果这样看 这马不应该64分哦 应该70分哦,那没得说的 因为其他两只 都是这样的水平的嘛 所以是对的吧 总之这马是好马 高东尼又养得好,又急进 那么很快就赢了一场交代 绝对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讲个问题了 如果这只马,假设就是 喂,他破例啊 破例,插第四班 58分起步 赢了一条街回来,你会被人骂的 是 为什么要破例给他 对吧 赢了,哇,那送场话给他 所以现在也回应了 还是早上六拜说 那些澳门骂,无论骂的质素质也好 你一定都要 4,4,4,3 是呀,4,4 塞住人的嘴 嗯 我都说过,那个平榜有减分那个酌情权的嘛 他减减多少分 你没有人可以质疑的 当然你有个尺度的 他加分一个尺度 比如说,我不会说,你马跑第二 我加你10分不行的嘛 他加分有个条例限制他的 如果一般的最多加5分 就是有限制他 减分,反而没有限制的 当然也都不要乱来啦 说你输一场减你10分 就不会这么做的 他也不会这么做 一般来说,我们都说 输一场减 是落地的嘛 减一至四分 五分都减不减减 一至四是最常规的 就是一般来说 两分是减两分是最低消费 三分就是手松一点 四分非常手松 差不多看死你 看死你 是吧 那你没所谓的 那你这些马呢 比如另一只的 新加坡马 63分起步不行 比如当他不行 输两场之后 就是59分 降班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发觉 降到第四班都不行的 输多两场 已经50多分了 没问题的 所以绝对不可以 是改例 改例 因为你对 现有的 现役马匹的 马主不公平 一定 好了 现在就说回 这个有改例的问题了 成全 马尉未公布 就说 喂 我发觉原来 以前的联马斯的条例 是不行的 搞到如果强制执行 排队 排队 收工 是的 这个问题 没有问题的 其实有问题的 因为你知道 没有重化 马房之前 香港也有二十四五个联马斯 想着用二十四二五个做主标 但是每年都流失 每年都阴干一个两个 越来越少了 马匹就多了 联马斯就少了 那我们说了其中一个因素了 就是因为如果太多马房 每个人都五十只 那没有人肯上 做化 对吧 你多马六十只 就逼你上去 然后六十只 就逼你 再加多十只 引你上去 如果大家都四五十只 如果这个条例没有过 应该是四十五只 如果四十五只 我就不用上去 它不是很硬的 总之四十只 没有理由 譬如我弄了五十只马 那我没有理由 放五只上去 嗯 对吧 那就找个敷衍 拿五只马 对啊 你找人 都是问题的 对啊 这两个也是啦 随食的马 少了 那就撤退了 在松化 丁冠濤 又是马少佐 又是从松化 撤退下来 那为什么呢 我经常笑话嘛 那时候已经笑到 丁冠濤上半季啊 只有三十多只马 在松化 只有四五只 哇 那腹炼不用做了 是啊 就是可以喝下茶 就是搞笑而已 那不可能的嘛 那你的赛例 它又不能没有腹炼的 因为很多东西 对啦 你不错 那些 负链要负责的 喂 不可以说喂 我没有了 我只有五只马 不用 负链行不行不行 不行的 程序上又 又不合格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复杂的 好了 搞到现在 二十多 二十多 一点的马房 都勉强啦 符合了 他们最高层的愿望 但是如果 说笑话 如果严格来说 不用二十一个 我们比例 我们在澳门 塞狗的黄金时代 塞狗在七八十年代 塞狗黄金时代 每场出六只狗 只有八个狗狮就够了 如果针这个数据的话 香港最多七十四只 其实十六七个电脑才可以 就是理论上 但是你不会这么做的 你不会这么做 现在二十一个了 已经有一个 来了收了一只马 就不准操的 收一只马 安顿 下个机 不要紧 7月1号就可以又再收其他马 然后大家暑期后开出 他一起开招 没问题 问题就是你二十二国 如果我们今年根据证 差不多一定是 赎鱼锡 赎鱼锡 上岸机会等于零 如果用旧制更加不可能 旧制 好了 现在就出现这个 传闻 我想都传得出来 马圈 每个都咬耳朵 都这样说 都当是确实的 不过马会何时公布 他未公布 也都证明了马会是隐忧的 一般来说 差不多这个阶段要公布下季的牌 是啊 好像这个礼拜 好像要公布下个礼拜 既然吹风吹得出来 应该是 改例确实怎么不知 就说不再分五班 甚至说十六场就够了 那之前吹来吹的那些 确实的资料不要理他 我们不要紧 但是我总之就等于是搬龙门 当然了 没问题的 搬龙门我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以前说嘛 你不是做一下过去嘛 不是 如果你为夏季改 应该的 现在最好说 去季尾改回今季 是啊 追索的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追溯力 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没有追溯力 我由明归开始是救不了的 因为有几个人要走 是啊 所以一定有追溯力 你既然如果说今季不计 那为什么上两季就计呢 但是你又出了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叫打官司 就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何良去年 为什么你不做了一年修礼 他96场的 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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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良宗差不多退休 都不会为了 一年半年 大家跟你搞笑了 不要紧了 总之 这个例子 在法律上 法理上 是没问题的 先说明了 因为以我所知的法律 一个常识就是 80年代 马比德 是被马会钉牌 不再发牌给他 他打官司的 打官司 抖潜了两三年的 打到英国的最高法院 就是书勿院 最后的班领 在普通法 规定了一件事 马会是绝对权力的 只要去行政上的程序 是做足就可以了 就是你事前要这么说 事后要这么说 否则来说 马会的董事局 是有绝对权力的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说 为什么你不让我排我 这个牌人的权力 绝对在我手上 跟你没关系 你是持牌人 你不可以 有任何申诉都不接受 已经是40年前 普通法已经立了先例 马会是有绝对的权力 如果没有记录这些 我们在英国的普通法里 叫行政法 行政法 这些是立了来的了 只要你做对的程序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绝对权力的 有追溯权也行 而立刻刁鞭也行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曾经有很多年 马斯的季中 因为表面上的饭事 立刻停牌也有 那些从来 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回生 当然有个笑话 就是每年都可以给你申请 你要有权申请 你不可以阻止我申请 你不可以 你不准申请 不可以 你申请之后不可以 你不可以阻止我申请 所以现在笑话 就是有些奥美联马斯想申请 我说你绝对可以 你香港联马 肯定可以申请 不可以 不可以 和马会做会员不同 他这样不可以申请 明白吗 你一定要有人推荐 你不能自动申请 对不起 另一件事 好了 但是官奴们应不应该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不是维护马会 我很多人都会去挫他 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被A联马斯做 和B联马斯做一个普罗马迷 两个他都不懂的 两个新人都不懂 我来说是没有差别的 好了 就像一个现有联马斯 将来这个富联星和你有什么关系 都是一个仓 骑士也是 你不让欧洲骑士来 你找个南非来 或者找个日本骑士来 对我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的 我都不懂 我只能够在阵上表现中 决定我买骑士 买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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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那关你什么事 你买不中你的事 公开做足的一条例 我正是买操作 没有为例 任由你买或不买 任由你选择 所以骑士的支选 根本是没有所谓的 对公造骑士 只有一样东西 我十年八年期 当面质疑他们 我只是在最高层一起的时候 我们现在没有理由 你香港有十一个外籍骑士 是六个澳洲人 为什么他这样 不可能的 只有澳洲骑士 六比五 就是澳洲六个 其他全世界是五个 怎么搞错 澳洲大个全世界 他立即在高层上笑 现在唯一办法 立即找到一个 非澳洲骑士来 六比六 他自己承认 不要猜到这么离谱 就行了 是吧 你的比例 知道有多少 澳洲骑士 现在四个好 还是五个好 这个没问题 你不要像以前 那样出现六比五 澳洲骑士 比其他骑士更多 那更加说不通 是吧 当然 现在 练马斯也出现这个问题 练马斯 差不多所有的练马斯 外来练马斯 不要算 方家柏 香港人 现在小孩子 在香港 他不是在外地出道 的练马斯 来的 我们在外地出道 练开马 搬来香港 才叫外籍练马斯 他全部都是很生气 我又不会骂他 因为已经给了机会 那些 南非骑士 欧洲 南非 联马斯 英国 欧洲 联马斯 他自己 自己不玩 是 是 他自己不玩 他玩了 玩了几年之后 不玩 玩不了 不玩 证明了我们 那种手法 因为香港的赛马模式 是非常非常 我们叫做 style racing 赛马风格 是90%的澳洲式 你用欧洲式的练马 练一只马 不容易 在香港做得好 对吧 南非也 不要再说了 因为南非是苗里德和霍利士 这两个已经是南非顶尖 联马斯 都不玩了 都走 对吧 但是 我又不会骂他 那你一定要找 应该这样说 我们笑话 应该找日本联马斯 不过不会有 日本联马斯 全世界都有 不过那些 不是最高的那些 JRA给的那些 就是最擅长的 现在你在澳洲 南非 中东 新加坡 都会有一两个 日本联马斯 但是那些水准 你达不到你的要求 JRA不给牌子 你达不到他的要求 那你就不会聘请他 所以没办法 至于你说 最后 会不会有新加坡电话斯 来香港呢 他就去散仓了 不过最高的那两个 一早散仓 都没有想来香港 反而你说 澳门那些 有些人申请 有没有人来不来 申请 也可能有些人 会有些期望 期望想去申请 但是当然不给你 新加坡我估计也应该不会的 如果真的做 譬如去马拉 马拉 更好 马拉基本上 接收了新加坡的东西 我估计都 好 看看他的后续发展 什么时候 要搬龙门 什么时候搬龙门 什么时候公布 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 不过就是早些通知好些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救忙 如果我不用救忙的话 他不用多赢一场 简单 就收冰了 喂 程序我已经有牌了 有了他 不买了 留下季 他未必是 但我们可以不用买 不用追他 突然星期三 追索 热情的头 真的追到 两只马拉热门 因为他差一场 刚刚说 救命的一场 拼了这场 很多马拉热都有这样的想法 很多马拉热都觉得 丁冠豪一定不行了 不用买了 他怎么也不能持续 16场 不用买了 这个不是 程序有可能可以 人家买 这个就和公众利益有些关系 对于是这样 但是快点 什么时候公布 估计是下个礼拜 连同牌照 也迟过来说 估计都是 不过他在想 他想着怎么说 我估计都是 确实的 那些资料是怎么才是最好 他们自己想 让他们高层去想些事情 总之 这个 早两三年 我有一条 我们叫做 谭总师爷的概念 是啊 谭总师爷的概念 真是 很差的 很差的 我没有理解 今天 我觉得今天是恶果 其实 我们那时候 都谈过 打算扫掉了 他估计 他估计 每个人都会来开仓 我想很多世界 你叫他来开仓 就开仓 这么容易 但发现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不够了 又升不了这么多 都要搬个六门 看看怎样棉帽子搬 我觉得 好了 这就继续就这么多 欢迎在每个订阅 和分享的面对频道 和可以过来个赞 给我们 亦都欢迎受欢迎受欢迎 受欢迎受欢迎受欢迎的方法 YouTube文字版里面 请不吝点击 就可以知道 成为收入的方法 我们先谈论 那么多